到疫情真正爆发之后 其实主要的工作都转到防疫的上头 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 在脸书上发感性文 还引用动力火车 莫忘初衷的歌词 希望小草力挺柯文哲 更是在留言处号召大家留言 感叹疫情期间 柯文哲不是开会 就是找病房想对策 现在却只剩下土地金华城北市柯 立刻就被狠狠打脸 民众党一直以来的方针 就是用转移焦点来逃避问题 我想民众党还是好好地来面对 柯文哲的错误 好好的虚心检讨 打疫苗这是中央的政策 也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 而地方政府只是配合去实行而已 然而台北市打疫苗 当时候打的真的是一团乱 请陈志涵这时候 不要再拿打疫苗这件事情 再为柯文哲讨人情了 不只是台北市议员看不下去 前日柯文哲的同事 台大妇产科医师 施景中也发文痛批 他回忆当时国内打BNT疫苗 传出会引发心肌炎 很多家长都不敢让小孩子打 为此台大跟北区心脏科医师 特别希望能帮学童 在施打前后 持续做新电图追踪 想不到找到柯文哲求助 却只得到一句 那是你们要做的研究 关我什么事 后来是台大心脏外科医师 陈奕霞募款180万 跟儿童心脏病基金会 除了50万 才可以帮5000个小朋友追踪 让他痛批 是否宁愿花钱再办双城论坛 这些挺科文者的医生们 也是第一代小草 是真心幻觉情 当事人陈奕霞医师 低调不愿意多做回应 只是反走过 真的会留下痕迹 不少网友纷纷在底下留言 当时打疫苗 真的是一团糟 还有人提到特权疫苗 是不是该出来解释一下 看来民众党 想要转移焦点的同时 还是会有人帮忙唤醒记忆 都是新闻政治中心 综合报道